大家好,我是顾影琼博士 今天讲一个哈尔滨女留学生和英国男数学老师的一段爱情故事 戴秀丽,1963年出生在哈尔滨一个普通家庭 不过她一直不安于现状 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 她先后在哈尔滨日报和珠海特区报当过五年记者 1991年戴秀丽辞职去了英国 在那里遇见了一个数学老师霍坑 哈尔滨女孩主动出击吸引了数学老师 1993年两人结婚 戴秀丽的名字改为秀丽霍坑 戴秀丽成为了英国公民 买了一个小房子 1994年戴秀丽想回国发财 于是带了数学老师去了哈尔滨 开始搞起了房地产 买下了哈尔滨所有的房空洞 之后发了大财 2014年成为了黑龙江首富 还经常去看范志义孙继孩的比赛 但是两人感情的裂痕也从此开始 和大家想的不一样 英国数学老师对钱毫无兴趣 并且劝妻子 在英国越是有钱人越是低调 因为他们会把钱用在有意义的地方 但戴秀丽只是冷笑 这种无法相容的金钱观 最终导致了婚姻的彻底破裂 离婚时数学老师只要了100万英镑 她现在在社区免费教穷人家的孩子 以她自己的方式实现人生价值 我觉得先生不是嫌弃老婆的财富富有 而是嫌弃她的精神上的贫乏与低级 经商成功致富了 的确值得骄傲 但是不可以土豪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